我们来看一下例题7 平面上面有个点在线段上 那这个地方的线段 我们利用参数式来去做表示 只要控制t的范围 就可以抓到某一个线段 而它要我去求s平方 减掉y的最大值以及最小值 这一题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度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家s跟y分别都把它用参数把它替换掉 并且经过整理 可以得到一个t平方加2t减1 这一个是一个以t为变数的二次函数 要求最大值跟最小值 我们把它做配方法 那我们就让这样的一个二次函数 令它为a4t 并且在我们的坐标平面上面 把它画出来 但是同学不要忘记咯 t是有范围的哦 所以我必须在这个-2到1之间 才要去抓出这样的一个函数图形 所以从-2连接到图形上面 从这边开始一直跑到t等于1的位置上面 对上来 OK在这个范围内的图形才是我们要的哦 那在这个黄色的图形里面 同学们发现最低点应该是落在顶点的位置 而最高点就会落在t等于1的位置上了 所以答案就是在t等于-1的时候 会有最小值-2 而在我们t等于1的时候 把1带到t的函数上面去 可以得到我的最大值就是2了